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冰激怒 像十匹天上 加油 太色地的伙伴 晉級吧 你們都不知道 自己的老師是誰 不知道 上次他那個切那個鏡 我覺得他的刀工很細膩 雖然做菜簡單 不過他的味道 到目前我還記著 他是有當老闆 他一定 他的抗壓性一定很強 小米飯 他就做得非常非常的棒 Q叫我是不是 嗨嗨嗨 歡迎歡迎歡迎 歡迎我們的忠蔡老師 嗨嗨 大家好 大家好 現場看一定是電的厚房還有漂亮嗎 你現在就開始不太麻痺了 人家就已經開始了 你還沒開始 幫你派去阿發市 嗚嗚 累積 全連小食達 方便生活一鍵送達 全連二廚產地之送 熊親眼食材 力挺選手端出美味料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代班經理尚華 美食依據不一樣的地理位置 氣候變化跟文化的差異 因此在各地就會有不一樣的食材 烹調方式 以及不一樣的文化料理 這也是為什麼中西的文化差異 可以誕生不一樣美味的料理 而有它的迷人之處 在上一階段當中 三十二位選手 他們各自被導師們網羅到自己的隊伍 而且今天我們的賽事特別不一樣 他們不是要共遇外舞 而是要從隊友變成對手 今天就要產生 隊內的桌隊廝殺 就來看看誰才是精英中的精英 首先讓我們來歡迎 今天的首席導師群 Fred 福利老師 以及阿發師 還有我們的阿摩師 今天在每一個回合 只會有一組晉級 另外一組他們就要進入到 我們的搶食PK戰 最後在每一個戰隊 產生一位MVP 這個MVP呢 將會在下一回合的比賽當中 可以得到我們的全聯小石達神救援 最短四十分鐘之內 就有最新鮮的生鮮食材 會送到你的手邊囉 所以呢 我們馬上就進入我們的 第一回合的考驗 蔡穎跟蘇凱還有裕凡海峻院 今天我們現在做的是 三鮮皮靶豆腐 其實這已經是老菜了 甚至於有些餐廳也沒有在做 那它當然主菜要是豆腐 裡面現有馬蹄 紅蘿蔔 芹菜 加上一些蛋下去攪拌 還有香菇 那我們圍編的話 就是用季蘭菜跟辣椒 那首先我們把豆腐 邊邊洗掉 因為你在吃的棍子當中 看好的時候會影響到口感 用肉爪直接壓著 用水壓住 讓那水出來 這比較快 再來是這個要起一心兩葉 辣椒 長度大概一公斤就好了 氣質 然後直接切成十字 這兩道 肉兩次 剩下的葉子 就直接把它泡著就好 板豆腐直接捏脆 為了讓它能夠黏固粒 所以我們加一點蛋 再調味 淋巴 味素 糖 素好油 胡椒粉 鴨油 再來把這個材料 芹菜 蘿蔔 香菇粒 為了要口感 可能就再加一點馬蹄 最後我們直接加一點太白粉 讓它黏固了 老師那那個豆腐 不知道在那邊捏到什麼程度 你在捏的時候 就有點像在擀麵的時候 那個手擀 手擀 手擀的琵琶 其實它就像中式湯匙那種 做起來很像琵琶 要做的時候先用一下沙拉油 等一下脫模的時候 不要有脫模 就有點在抽湯圓一樣 直接把它稍微上面 有一點突出來平就可以了 好 我們現在下一針 火大的話大概12分鐘 我們把豆腐拿進去 蒸的時候 該燙的 該圍背的 纖維 這個剛剛的香菇水 加一點樹膏湯 先過芡 顧著在上面的時候 剛好看到有亮度 這個也是我們評分的重點 就是什麼叫血化片 你要做血化片的時候 一定要加點水 大概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的水下去 攪拌 再來是加蛋白 我們講的血化片 慢慢的放 好了之後我們再放一點香油 好 我們現在要脫模 脫模以後我們就要來煎了 我們今天要煎雙面黃 好 中盤 好 這道香煎皮把豆腐 你會看到就是說 第一個外酥內嫩 我們在煎的時候是兩面黃 再來第二個重點是 我們稍微有點油放 稍微多一點 變半煎炸 第三個就是說我們在勾芡的時候 你看我們有血化片 沒有打扇的話 它會成整團的話 其實不好看 我想這個專性的話 當然年輕人天馬行空 但是我們主宰就是這些的材料 關於這道菜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就表示很簡單 聽說你們在每一隊都有自己各自的隊名 你們的隊名叫什麼 蔡穎不要輸 蔡穎不要輸 所以蔡穎是主軸是不是 對 今天我們是打頭陣的第一個戰隊 現在心情覺得會不會有點緊張 我是滿緊張的 因為我很怕做錯 但是舒凱你是專業出身 應該是可以帶著蔡穎 我也很緊張 你也很緊張 因為我怕蔡穎做錯步驟 那等一下我們就好好看看 你們到底表現會怎麼樣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看這邊的雙王組合 爆上明來 我們是隔壁老王 兩位老王 相信你們都已經準備好了吧 盡最大的努力好不好 好 馬上就要進入到我們的 第一回合的比賽了 倒數三十分鐘準備開始 可以看到四位選手已經開始 努力的備料起來了 不過這個是阿摩師的戰隊 所以也想要先請教阿摩師 這一次導師復刻經典的料理是什麼 這個倒菜叫香煎琵琶豆腐 早期在七十年代的時候 餐廳飯店都常做的菜 那假設你要做高檔的話 可能都加一次干貝 甚至醃肉都可以加 那價錢不要那麼高的話 你就放一點孤裂的 像這次我試玩的時候 也是用純素食的方式來做 那由他們自己來發揮 不過聽說有幾位 其實以前就跟您有淵源了對不對 對 其中兩隊的 都是我自己高三的學生 我想今天真的是 手心也是肉 手背也是肉 對 都是你的寶貝 但是給他就看看 誰能夠勝出了 蘇凱琳 是 我覺得你的手好像有點在圍斗 有緊張是不是 有有點緊張 是因為蔡穎站在旁邊才緊張 還是因為比賽的壓力 因為比賽的壓力 跟蔡穎也有關係 跟她是什麼關係 因為我有聽說你功氣私勇 趁著跟蔡穎一起練習 你們兩個在雨中漫步給我上演 溫馨接送請是不是 其實沒有浪漫耶 因為我們拿了很多很重的 都是在體態 她覺得沒有浪漫 沒關係等一下 比完我們再出去吃個飯 其實做這道菜的話 比較能發生失敗的事 在蒸的過程中 你怎麼脫模 有時候你湯匙沒有抹油的話 整個那個形狀都會破壞掉 隔壁老王隊現在進行得如何 我發現他們那邊是用手 努力的攪拌你 現在好像也差不多成型了耶 宜帆 對 那我要把它用湯匙 做形之後拿去蒸 我們的薰月這邊 你們是要做什麼樣的一個 創新料理來做搭配呢 我們要做的創新料理 是一個櫻花蝦丸天丼 那就是要把它做成比較像 日式天婦羅的形式 那我現在在打這個香蝦 把那個蹄把豆腐的材料 然後另外我們加了豬肉還有蝦 下去把它打成薑這樣子 阿發石這一道 枇杷豆腐你自己也做過吧 我們做的枇杷豆腐 我看它有加了蠔油 我們在加的時候 只有蛋白跟一點太白粉 要蒸的時候 那火候要控制很好 我看他們在那個湯匙裡面 做出來的那個厚度都不一樣 一個做的比較厚 一個做的比較薄 所以在用的時候 可能那個時間 要拿捏得很好 阿發石的金玉良言 你們要注意囉 而且要告訴你們 倒數十秒鐘 待會兒就要換位了 要趕快仔細一下 把你們手邊的工作呢 做一道一個段落 待會兒呢 要交給你的隊友來接受了 請換位 妳有沒有調味 有調味好了 這放了 他沒放醬油 其他都放了 現在呢 蘇凱這邊 你在做你們的創新搭配 對 這道菜是什麼 這是有點像日式的增長 我們做了一個 由於螺肉蒜的口味 然後我們相信 老師應該吃下去 會很有共鳴 螺肉蒜是酒菜菜 最風險的菜肴 那他要吃的話 是吃上螺肉的鹹 湯頭的乾 魷魚的脆 蘇凱不知道怎麼去呈現 這個山道的味道出來 很期待 看到天婦羅已經下去炸了 可是我有一個疑問 現在比賽時間大概還有15分鐘 現在先下去炸 會不會上桌的時候 可能會軟掉 還好 因為蝦紋本體 我們外面有裹一整層櫻花蝦 那它就算炸了稍微冷卻之後 它外面還是會非常非常的酥脆 所以比較沒有麵糊回軟的問題 所以阿摩斯他現在宇凡這邊啊 他的外殼是酥脆的櫻花蝦 它裡面是炒蝦這種雙重蝦子的味道 的搭配你覺得滿意嗎 那個櫻花蝦本身 再怎麼吃都好吃 所以說看它的含有量 大概也會不會含有很多 這我比較擔心的 可是我看到Fred剛剛一聽完以後 露出了一抹其意的微笑 我其實跟阿摩斯擔心的是一樣的 他說不會回軟 可是攝影棚比較冷 它的溫度下降非常快 所以我們比較擔心的就是 它會不會軟掉 冷掉 然後脆度會減少 然後含油量就會跑出來 那我們看到宇凡這邊 感覺是已經要進入到炸的狀態了 我這邊是會先炸芥蘭菜的葉子 可是你的油還沒有 是冷油耶 對 因為太高溫的話 它會瞬間就直接焦掉 然後我會用高低溫油 然後再把溫度拉上來 然後去做一個炮炸 阿發事我問一下 因為我們對那個 魷魚羅肉蒜的概念 就是炒香之外 就是熬煮嘛 它味道湯汁才會流到裡面 但他們現在是分開來的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個蒜我看到 我媽晃一點點而已 魷魚羅肉蒜那個蒜要很多 那種甜度 蔬菜的甜度才會出來 所以我看它一點點的那個 那個可能蒜的味道 就跑不出來了 有 阿發事你一講以後 蘇凱瑪說菜再加一點 現在來得及趕快多加一些 我們看到蘇凱這邊的琵琶豆腐都已經脫模了 阿發事他剛剛脫模我覺得算漂亮耶 那個琵琶豆腐的形狀是有出來對不對 我覺得 不夠漂亮 我們在磨的時候都會蒸一點點水 把它磨成比較光滑 不過蘇凱你這邊使用的油 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們這次用的是芥花油 那它... 因為我們需要長時間的煎東西 或是煸那個魷魚 所以它會比較... 不會有油煙 然後也會比較健康 來 宇凡跟薰月這邊 阿模式 你剛剛很稱讚他的那個形狀 可是我覺得他現在炸完 他最主要在煎的時候 鍋子沒有燒 一連鍋豆腐都破掉了 我補救一下 我還有留一盤 而且我們現在的時間 一分一秒在流逝喔 所剩不多的時間 可能如果現在要重做的話 也要趕快囉 阿發事是建議他用炸的比較快 就不蒸了 不用煎了 要蒸手才有辦法炸 就是表面用熱油把它炸好的時候 油全部倒掉 剩下一點點的油再來煎 這樣外面比較會輸 舒凱的做法應該就是這樣子 是 我有先把油燒熱 然後再加冷油下去 然後最後再把油倒掉 再煎嘛對不對 對 好 倒數一分鐘 你們要準備開始進行收尾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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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 三 二 一 請停手 香煎琵琶豆腐 因為我們覺得每一個老師 他可能都有自己的手法 自己的經驗 所以我們想要完全復刻 那一天所學的 讓老師看到我們在三十分鐘內 學到的所有的技巧 羅香油豆腐 特色其實是想要用日式增長的概念 結合台灣外匯很常見的 魷魚羅漏蒜 最後上面我們有放檜木 就是增加香味 在老師打開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很像外匯的蒸籠 拿出來的香味 我其實蠻注重就是豆腐 應該要有香氣 那一開始我聞的時候 其實我聞不太到 豆腐的那個香味在裡面 那我覺得應該是 你們在煎的時候 沒有把那個香氣煎出來 但是在吃的時候 我忽然覺得說 我可能了解你們的想法了 你們可能是要讓它的魚味 是可以持續的 它變得比較淡雅一點的味道在裡面 羅漏蒜其實我是蠻期待 因為我個人 非常非常非常 好強調三次 愛魷魚羅漏蒜 先說你們第一 蝦子沒熟 第二呢你們的刀工 我覺得要表現的話 像這種丸子啊 你要表現 其實要刀工要一致 然後加上時間不夠久 所以它的脆度跟它的身為 其實非常明顯 那我覺得它的特點 其實是在它的糖質 我基本上已經喝不到糖了 然後我覺得它的熱度也減少了 我覺得你前面的那個想法很好 你想要有那個香氣在裡面 但是你們都應該要回歸到 其實做飯最主要的是那個溫度跟熱度 油魚羅漏蒜的味道有出來 但是那個薑是太少太少了 那我還要用到的 整碗拿起來倒 才可以吃到下面那個湯汁的味道 有 有油魚羅漏蒜的味道 滿不錯的 那個增長就像 講的刀工的問題 切粒的那個大小真的是有差很多 還有你那個複菜太多了 包括你的筍 你的那個上乎菇 我發現 反而豆腐是你的配角 其實應該複菜曬小一點 少一點 然後豆腐稍微做精緻一點 不要把你的主材料 喪失掉了 那我們在原本的基礎上 有另外加了乾酥脂跟鹹蛋白 堆疊它不同的鹹度的風味 然後讓整個菜 在原本基礎上有更多的變化 用原本既有的材料裡面 我們另外加了 就是蝦子跟豬肉 然後外面用櫻花蝦皮 去當作一個殼 那有一個香氣 然後也有一個酥脆度 然後我們的醬是使用 澆碼的醬搭配 那最後呢 我們再用這個高粱醋 泡了一個葡萄 最後一個解膩的方法 我覺得你忙中出錯 但是其實 就是幫你們加分 你最後用那個大火去煎它 其實我覺得豆腐的香氣有起來 可是因為你的時間不夠 咬起來的口感比較鬆散一點點 然後加上你又用鹹蛋 其實有點過鹹了 這個櫻花蝦 你想想看你剛剛櫻花蝦炸完 其實還有10分鐘 等於你這一道菜 已經放冷了10分鐘了 炸的東西其實最怕的就是溫度掉了 溫度一掉它除了會含油之外 你很容易吃得到油耗味 你的那個炸的櫻花蝦 我覺得是OK 可是你的煎豆腐真的 我捏了兩把汗了 在煎的過程當中你看 你都一直在捏鍋 那這個已經千膠帶萬膠帶 可能是比賽時間比較短 還緊張 最後呢還是要由阿摩師來做選擇 阿摩師請決定 我選一彎 隔壁老王隊成功晉級 而蔡影不能輸隊呢 則是進入我們的淡定區 馬上就要進入到 第二回合的考驗 四位選手紛紛就定位 抱上你們的名來 據說我旁邊的這一隊是 有添女散花的組合是不是 是的 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嗎 有 好 要拿出氣勢好不好 因為我們旁邊的廳室 都是奧客喔 荒野大奧客 兩位 我們應該不需要打氣啦 因為沒有在把對方放在眼裡啦 這次組那一PK 我們打算就是 讓跟我們PK的那一隊 讓他們去準備好搶食的那部分 這道是沙粒烘片鹼 那材料有雞片 香菇 還有精華火腿 筍 我們要把這個三樣 包在這裡面 那我們用青醬菜 加青蘋果跟紅色蘋果 那我們首先就是先把這個雞肉 長的話大概6到8 寬度的話也是大概6就好了 先切 薄薄的大概0.2到0.4就好了 厚度 然後再來醃漬 這個是香菇水 我們用這個水來醃漬 其實會更容易的 為了讓它先起焦的話 我們鹽巴先下去 直接下去醃 大概要醃漬20分鐘 然後再來是它的醬汁 用這個後面的甜度 加上檸檬酸 它是很天然的香味 那甜度再加點電奶 蘋果的皮其實是OK的啦 那你就切的時候 稍微氣質 它有個兩個顏色 用鍋點水加檸檬 比較不會氧化 再來是 紅蘿蔔 這要做壯飾用的 就是有點像V字形 把它塞進去而已 是不是你是要把它削煎嗎 對啊 好像你遇到平均 這個不會很困難啦 不是要叫你磕鳥啦 磕鳳啦 等一下吃到外面的沙拉 加上雞肉的味道 加上裡面有筍有香菇 然後直接包起來 重點是雞肉要入味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緩炒 你不能馬上沾好油 馬上過去炸 你沒有緩炒的話 造成那個太白粉它會透露 直接按住 壓有沒有看 兩邊壓 所以滾的時候我們就調味 鹽巴糖 讓那個青醬菜有味道 然後頭的下去的時候 因為紅蘿蔔 跟頭的部分比較不容易熟 穿上記得要這樣穿上 靈驗給它稍微爛一點 也不要不熟 好 撈起來 現在已經緩炒了 它在炸的時候比較不會透明 一般在炸的過程當中 你看它浮起來就差不多熟了 我們再回炸 要讓它外速列刃 雞色蘋果還有紅色蘋果 先過濾 水太多的話 你等一下拌那個汁拌不起來 拌一點沙拉 現在要擺盤了 直接下去 這個沙拉就給人家感覺是很健康的菜 上桌的時候撒芝麻 好 好 大概這樣 好 那我們準備要馬上開始囉 沙粒鳳片算是一道廣東菜 飲食無國界啦 其實香港是最常出現的一道菜 因為沙粒本身它可以搭配很多東西 包括海鮮肉類還有蛋類 那它也是我們常常看到的 健康飲食的菜藥 有沒有什麼特別提點的一些重點 一定要注意的 其實最主要是烘片 你今天大小要切得 再來是說上粉的時候 它是上乾粉 那你上乾粉上不好的時候 有時候在炸的過程當中 它會撐開 再來是醬料 醬料本身是用美乃滋 那個美乃滋它的味道不是很甜 所以我在焦的過程當中 我還加了蜂蜜 讓它濃稠度更濃 甜度的話就是用捏奶 然後酸度的話我加檸檬汁 所以它們在調味的過程當中 也要很恰當 就是 這才是這個菜的精華 來,森宏 你現在主要在做的是 我現在主要是把雞胸薄片 所以你就是一開始要主要來做的 就是我們的導師復刻的這個部分 敏蕙這邊你負責的是創新搭配 你要做一個什麼樣的料理 新加坡的 肉醬 肉醬 對,因為在新加坡吃的話 會比較酸又辣 然後我就是經過這幾次的製作 每一種水果搭配這個醬的話 都會吃出不一樣的味道 我覺得啊 聞到味道很開胃耶 而且你很有心 你買到菠蘿蜜 對,這個菠蘿蜜超愛買的 真的是不容易 看起來這光食材就相當的誘人喔 在這個大奧客的部分呢 是誰來負責我們的導師復刻 是我 所以你的重點可能會放在哪些部分 就是鳳片泉要炸得好 裡面讓它還保有水分 還有它醬汁也要甜度 酸度跟香味都要剛剛好 好,冠婷你要負責的是 創新菜我做一道非常老的一道菜 叫做芙蓉雞片 芙蓉雞片它所有的材料 跟我們的復刻用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覺得說我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展現出食材的變化 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好玩 起換手 那個... 你接捲 你自己捲雞肉去開對 那個雞肉還沒調味喔 雞肉還沒調味,OK OK 請問一下敏蕙 你知道新加坡第一個 世界有名的味道是什麼嗎 阿摩斯的靈魂法味 那個... 拉薩 對啊,拉薩 其實拉薩 台灣人也很接受 你弄那個肉夾 到時候阿花是不是跟我吃不出來 怎麼辦 那你比賽的時候為什麼不選那個拉薩 老師,我想給你們不一樣的新鮮感 好,期待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在這邊Roger的部分 感覺起來有花生碎 還有這個油條 油條,是的 應該會讓它是感覺 吃起來比較CRISP的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運用師傅的復刻方式 把原本的材料都保留住 就是我們再添加一個 芹菜跟碧茄 還有釘下去 真的會灌在油條裡面 有點像百花亮油條的概念 那我們這邊下鍋的是什麼 這個是... 胡蓉雞片的雞片 這個是雞片 對,它必須要用低溫油泡的方式 那冠婷你的油溫抓幾度 大概的話油溫的話 會抓在80度以內 就是我們手可以直接放下去 不會感覺到 那麼的不舒服 你講到這樣子 我們當然要試一下了 沒問題 不過,弗林老師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材料 雞肉跟美乃滋 一般在西餐裡頭 也會有這樣子一個搭配嗎 我們是做沙拉 但是美乃滋這個東西 像是一個mother sauce 它可以從美乃滋 演變成很多的醬汁 譬如說凱撒醬 千島醬 塔塔醬 這些全部都是從美乃滋做起來 去衍生的 去衍生出來的 沈宏 你這邊步驟大概是怎麼樣 先把慕斯泥灌在油條裡面 然後待會兒呢,是炸嗎 對,等一下會炸 低溫油炸 低溫油炸 然後再拿出來做組裝 對 琪琪我想請問一下 你在蛋白的時候 你們有換一點粉嗎 有,我們有加一點泰白粉水 我覺得你的蛋白遇到 一直帶脫漏 對 請換 請換 我想問一下 像冠亭他們那一組的芙蓉是 對啊,我看到 這個芙蓉雞片 我現在會有點擔心 因為你是低溫油炮 它會不會沒有熟 不會 不會,它蛋白很容易熟 可能是它打蛋白的時候 那個蛋白已經發起來了 所以它應該要多一點點的 薑米粉 不然它這樣一炸出來 就會一片一片很難炸出來 阿摩斯他們到現在 這邊還沒有下鍋 我很擔心 兩組做得很慢 明慧你這個 今天的醬是比較偏酸還是甜 來,試一下 怎麼樣 符合你的想像嗎 你們四個導師怎麼那麼壞 你們一直很不看好這道耶 我覺得他等一下明慧 如果做得非常好吃 還要大逆行 沒有,他的油條 你油條還沒炸 我想要等到最後 兩分鐘的時候再炸 他先調醬汁 然後因為你們都一直在強調啊 餐飲要上桌要最熱熱的時候 會最好吃 所以他要到最後一秒 好,大家也都很關切的 芙蓉雞片 欸 他... 這... 你很看不懂 等一下 因為我在做這道菜的時候 我員工都說 他很像 雞肉的豆花 對 Fred,你看他這鍋芙蓉雞片 你覺得 你幹嘛不說話 我可以想像這鍋的味道 我覺得就很像那個 清湯勾芡嘛 味道可能完全不一樣喔 冠婷還是自信心滿滿 而且我們吐槽完他以後 他現在都不想理我了 好,倒數一分鐘 好,倒數一分鐘 最後五秒 最後五秒 四 三 二 一 請離手 沙律風片捲 雞片的話 我們會先用香菇水下去醃製 那在裡面捲那個三絲 那我們的醬就是以梅來製下去 做一個基底 盡量是做到復刻師傅的那道菜 我們也是1比1復刻阿摩塞膠的 沙律風片 那希望可以達到阿摩塞膠的要求 這一個沙律裡面 我那個酸度還不夠 我沒有吃到那個酸 有吃到甜 沒有吃到酸 我覺得兩邊都少了一點的就是那個 你們有醃那個香菇水嘛對不對 我覺得醃製的時間不夠 冠婷他們 你們這組雞肉就真的 炸的那個火候比較低一點 嫩度有 但是外面 酥脆的程度不見 然後再來就是你們的美乃滋 酸度 差了一點點 敏慧這邊呢 我覺得他很棒就是 他把這個酸度拉高了 吃下去 雞肉的滑順的口感 又帶一個酸 最厲害的是你還有點了芝麻下去 芝麻香要在嘴巴裡面 又是另外一個層次 我覺得你這道菜做得非常好 這一道菜叫做肉醬 然後它是馬來西亞跟新加坡 都是很常吃到的菜 我就做一些醬汁的調整 組合台灣人的口味 然後我是把雞肉用成慕斯 加一點百花餡拿去炸 然後就是可以讓整道菜就是有層次的口感 當初會想要做浮龍雞片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食材是跟我們的復刻菜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覺得我可以用不一樣的呈現方式 讓一道已經快失傳的菜可以得以重現 食出百味 忠於本味 我相信再多的四位導師最後還是會喜歡食材的原味 真的是原味 你那個青釘菜齁 切好了放下去沒有給它殺青 所以整個湯頭裡面有那個青菜的一些 沁米沁米 好 謝謝老師 那敏蕙這一個百花亮那個油條做得非常好 但是那個味道 它每個東西味道都不一樣 但是吃到最後的嘴巴不是很舒服的 我覺得這兩組 阿姆是很高的評價耶 真的啊 我覺得他們都滿認真的 敏蕙他們這一組 我想他最主要是 他有他的堅持 你知道摺上固子 他把這個油條堅持到兩分鐘才炸 真的我們在吃的時候真的很酥脆 其實做菜就是要這樣 那才會有那個達到那個效果 我那時候這邊 我那時候看他用果汁雞蛋白雞胸肉打汁 我很高興 我覺得說應該是一邊釣湯一邊做胡龍雞片 結果我發現你沒有釣湯 那當然你的那個蔬菜跟香菇真的有點湊性味道 好那阿摩斯最後的決定還是在你的手上 我跟瓜哥商討了很久 結果他還是沒有給我答案 後來他答案給我了我就選 美惠這一組 美惠這一組 好讓我們恭喜AKA 美惠雞蛋眼皮醬肉組合晉級 讓我們的荒野到惡客進駐代定區 比賽的時候是比較趕一些 因為那個雞片要先沾粉讓他受潮 但是因為受潮的時間不夠 炸出來也會影響他的脆度這樣 就覺得勝負就差在這一點點的細節 我們現在到代定區還不算是被淘汰 那就各憑本事再爬回來就好了 是 金子總會發光 就算暫時進入到我們的待定區 只要你有實力 依舊能夠閃閃發亮 那在阿摩斯的戰隊裡頭呢 有四名的選手現在暫時待定 但是阿摩斯還是要給你們出一個考驗 就是以糖醋為主題 只要能夠表現比較好的選手 就還是有機會可以敗部復活 但是這個實踩的部分 待會兒我們只會給大家兩分鐘的時間 來進行搶食 要進到我們的後方全聯生鮮區 兩分鐘計時開始 這個糖醋的料理是要做糖醋里肌糖醋魚 那有哪些的食材你們可能就會用得上呢 希望可以增加一些糖醋的風味喔 剛剛都已經在腦子裡面稍作夠食 要做的是哪一道的料理 他需要用到哪些的配料 但是呢 我如果有想要在這一些 很厲害的帶進去的這一些選手們 當中脫穎而出的話 我應該又要做哪一些創意的增色 要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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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被關在裡面也完全不用做菜了 來 好的 阿摩斯戰隊的代替名單已就位 計時15分鐘 我們開始吧 阿摩斯我們今天給他出的題目呢 是糖醋 是不是就有一些重點 因為糖醋這樣有分不同的類別嘛 那當然糖跟醋嘛 其實要用的話是用冰糖醋會回甘 那至於醋的話也是要會選擇 成年醋 蘋果醋 米醋 還有公園醋 那每個醋所用的菜餚也不太一樣 但是除了甜跟酸以外 我覺得一個它的祕密武器就是要 一點鹽巴 吃起來要酸甘甜酸甘甜 你光糖跟醋其實吃起來也會很嗆 不好吃 蘇凱你的糖醋醬這一次是要做哪一種類型的 我這次會做一個酸味的糖醋 番茄醬呢 我會以檸檬汁去取代白醋的那個嗆酸味 讓它有天然的果香 然後我還會做一個烏醋的糖醋醬 所以有兩種糖醋 那蔡寅呢 你今天要做的是什麼樣的糖醋料理 這是豬里精 我們把它切成這種丁狀骰子狀 然後又簡單的去炸一下 那待會你的糖醋醬是用什麼樣的一個做法 我的糖醋醬一樣是傳統的白醋番茄醬 但是我會加上香吉士還有檸檬 這樣吃起來會比較有層次 比較不會膩 其實你這邊有茄汁蝦的感覺 對 我用蝦子做一個糖醋醬的基底 因為我待會會搭配炸蝦 所以我讓它更鮮甜一點 我是會用柳橙的汁 搭配一些檸檬汁 配上一點點肉桂的香氣 微微的 我的部分的話 我想要把糖醋的醬汁做得像西餐一樣 做一個排餐的概念 用法餐的方式來去做一個呈現的動作 可是你面對的是 不過我先請教一下福利老師 他想要用這樣法式的做法來做糖醋 在法餐裡面有這樣的一個做法嗎 其實有類似的 比如說就像他用柳橙汁水果果汁去做的這個醬汁 其實還滿像就是我們中式的糖醋醬的概念 其實是成立的 只是說如果要做給阿摩斯吃的話 你的糖醋醬的味道要比較凸顯一點 沒問題 阿摩斯你現在聽到 法式口味的糖醋料理 你期待嗎 中餐七餐我照吃 我看到蔡穎的這邊糖醋醬的感覺有出來耶 而且你的肉也已經起鍋了 還會等一下再一次回炸嗎 不會 不會了嗎 可是現在還有六分鐘耶 那還可以再拿起來炸酥一點 阿摩斯溫馨提醒 好 因為你要炸得夠酥 那醬汁才巴得上去啊 要不然你這樣子太軟了 口感會不好 好 冠婷 不得不說 你的做得很稀釋 可是好香喔 你的松板豬 然後現在 讓那個奶油在上面慢慢的融化 對 我覺得算是在今天那時候 糖醋的這個創意料理裡面 有點跳出來的沒有感覺 對啊 但是我還是滿擔心的 我現在也是 我還感受不太到 糖醋已經做好了 對啊 那個不是番茄醬嗎 沒有 我已經熬好了 唉唷 你要不要試試看 可以啊 可以試試看啊 那所以你這個醬汁呢 這個醬汁的話就是我們先用柳橙 然後先用奶油炒過以後 然後再加一點糖跟鹽下去調味 然後再用玉米粉做一個簡單的勾芡 來喔 最後一分鐘喔 最後三十秒 最後三十秒 最後十秒鐘 最後十秒鐘 快快快 要擺盤了 三二一 請離手 請離手 我的菜名叫做 帶定的滋味 因為被家謀老師拋棄之後 其實心裡有點酸酸的 不過上來比賽之後 旁邊是菜飲 一個好像有點甜甜的 對 那我覺得白醋呢 它比較嗆鼻 所以我就改成檸檬汁 然後另一邊呢 我做了烏醋 然後我這一次有記取教訓 就是不要做太多 太浮誇的裝飾 所以我就努力的把味道包裝住 焦糖果香 糖醋豬 想要讓整個口味更有層次 所以我加了香吉士 還有檸檬汁的酸 最後在旁邊有切香吉士 把它噴焦糖這樣子搭配 我今天做的是糖醋蝦 配上糖醋水果 我做的是兩種醬 那糖醋我是用 番茄跟洋蔥做基底 然後還有炒一點蝦殼 那糖醋水果呢 我有加一點點肉桂 希望老師會喜歡 今天做的是 我不知道什麼是糖醋 我一直覺得說 為什麼糖醋一定要做得像 傳統中餐這樣子 我就把它拆解開來 當做西餐的配醬 來做搭配這樣子 今天我吃起來 讓我得破眼鏡 我菜銀它的那個 菜比較有糖醋的味道 只是那個鯉雞肉應該 炸跟我們的古老肉一樣 再炸乾一點的時候 那個味道吸得進去 外酥裡嫩 這種感覺是更好的 好 冠婷 是 真的要稍微專業一點 松阪肉本來本身 你要用雞刀法來切一切 再來煎的話會比較快 你現在松阪肉也沒有熟 包括 包括你那個珊瑚菇 該棄除的頭也沒有棄除掉 那其心我覺得 你又加了那個熬蝦殼的湯汁 又加了肉桂 難怪阿花師吃不到你的糖醋的味道 其實你的想法很好 可是你加了太多 雜七雜八的東西 就是很簡單糖醋 然後再加點鹽巴下去 就已經很漂亮了 那蔡瑩我覺得也那個糖醋的味道夠足 謝謝老師 素凱 你不是不好 你也很好 你都好好的做一道菜就好了 每次就天馬行空 一直要做好幾道菜 你把魚的魚肉做一道就好了 糖醋魚 好 就決定了 所以我還是請阿摩師為我們做出 最後的決定 公認的菜眼 謝謝老師 有兩位喔 再一個舒凱 好 我們恭喜蔡瑩跟舒凱晉級 那也要謝謝齊勳跟冠婷你們的表現 但是你們淘汰要暫時離開舞台了 大家都盡力 那路來很長 我們一起走下去 我要讓他脆 Q軟 靠 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 烤箱 烤箱在三十分鐘內 不太可能完成這個動作啊 我還以為真的你們是去買的 但是真的好好吃 這個薏米做的蘿蔔糕 真的非常有創意 那個琵琶豆腐的形狀是有出來對不對 我覺得 整些的不夠漂亮 不夠漂亮 怎麼辦 整些不夠漂亮 再去韓國一趟 大小不移的喔 我們在磨的時候 都會再一點點水把它磨成 但是 要去酒家是不是 了解酒家菜 我們現在提倡 提倡 為什麼不接 FREAD 我們現在提倡外帶 或外送也可以 就這樣是怎麼樣 蔡穎不能輸的 為蔡穎長得羞澀可餐嗎 是因為我想要促成他們 成為一對家喔 所以你們是先從培養感情一開始嗎 因為是隊友 所以感情還是必數 就剛好那個機會 那你們在余生們 為什麼做了哪些事情 先牽小朋友 我們就 其實因為我車上沒有閃 所以我蠻紳士的 我就戴上帽子 在哪裡紳士 不紳士嗎 結果只是兩個人 端得很重的菜 從學校圈 沒辦法 那個 我沒有辦法一個人端兩箱 你們有信心 不可能走到搶食在這一步嗎 搶食在 我們不要在下面加油 對 他剛剛想謀殺我 他撒鹽啊 幹嘛啊 他都超大氣的 你有沒有看到旁邊有一個 漂亮的 我相信我射不到 我相信我射不到 我懷疑你開車 你不要射 你要先那個 嗶嗶 我們是什麼時段 公然調戲主持人 吃雞不見機這樣子 吃雞不見機 對 這個就沒開車了 這的確沒開車 對 其實他女朋友不是這樣說的 哈哈哈哈 以防萬一嘛 對不對 嚴禁你們再跟我講這些 那 創線的話會先有生虹 他會先去 切雞肉 然後 再就是 我就是 創新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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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其實 滿不會雜陳的耶 因為 可能老師喜歡我們的副科醫 有可能喜歡我們的 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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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